最高的享受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 没有贪嗔痴慢疑 这就是最高的享受 对于五欲六成 要能够克制 也就是一样尸口而止 有一点点就满足了 那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如果贪而无厌 怨恨不识 那个人生就很悲哀 就很可怜 苦不堪言 本本分分的过日子 像释迦摩尼佛给我们表演 每天只要吃能吃的饱 能穿的暖 有个地方可以遮蔽风雨 够了 制作常乐 不必去饮求 饮求是苦不堪言 一定要活在这个时间 让自己身心都没有压力 对 现在人讲的 没有压力 轻松愉快 这个日子都好过 这个日子都美满了 不要去自导苦吃 每天心里忧虑 操心 操不完的心 那是自导苦吃 觉悟了 把这些千头万须的东西 确定放下 不就没事了吗 就放下去成佛了 成佛就没事了 成佛之后教化众生 那个多自在啊 教化众生 你看 无助身心 能信 无量无边身 不着想 没有其心动念分别之处 能信一切想 现象教学 为众生做种种视线 还是没有妄想分别之处 这才叫高明啊 高明到极处啊 这才叫发喜啊 这才叫极乐 是极乐 一念觉 你就真的极乐了 一念迷 那就苦不堪言 啊 佛菩萨对一切众肯的教化 没别的 无非是叫他 破迷开悟 利苦的路 利是放下 泄气 苦的根源 就是贪嗔 吃满意 你得把这个东西 把它拔除 这不是好东西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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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